1945年3月26日硫黄岛战役结束,美军此后将目标放在了冲绳岛,冲绳岛距离日本的本土仅仅只有560千米。在这场战役打响之前,美军已经遇到到了这场战役将无比残留,因为越靠近日本的本土,日军抵抗的强烈程度便会增加。 但让美军指挥部没有想到的是,这场战役却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惨烈得多,不择驻守在冲绳岛上的日军部队是大日本第32军,指挥官为牛岛满,其在日本军界被称之位最优秀的诈述家。 在1938年牛岛满曾在中国战场指挥日军部队参与进攻武汉,受伤染满了中国军民的鲜血,牛岛满在冲绳岛战役中指挥的兵力高达12万,该军尽管是日军的精锐部队,但此时日本的覆灭已经无法挽回。 这场战役最终的结局也已经非常明了。面对在该场战役中,投入了50多万兵力,且拥有超过1200艘战舰的美军,日军能够做得也仅仅只是负于顽抗,但牛岛满作为法西斯的顽固分子,其抱有的想法就是和美军同归于尽。 对于他来讲,这场战役可以输,但必须让美军付出鲜血作为代价,牛岛满在不防冲绳岛时,没有选择在海滩上拉起防线,阻击美军的登陆部队,因为在海面美军的军舰拥有碾压的优势。 牛岛满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,从而直接放弃了海滩的防线,而把大部分兵力不防在冲绳岛南部地区,因为该地区的地形极其复杂,可以为日军部队支撑起天然的防御屏障。 当然,为了对付美军的军舰,日本还组建了所谓的神风特攻队,以自杀性的撞击来攻击美军的军舰。 除了神风特攻队,日军的军舰也对美军进行了自杀性的攻击,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杀伤美军军舰,可尽管遭受了日军杀敌1400800的攻击方式,但美军的计划依旧没有被打乱。 在1945年的4月1日美军开始了登陆战,此后花了半月的时间,占领了冲绳岛北部地区,随后正是对南部地区发动总攻,可尽管有着绝对的兵力上的优势,但这场战役却整整打了两个月时间,最终依靠碾压性的火力才使日军的反抗落下帷幕。 在惨烈的大战过后,冲绳岛南部大部分地区都成为了焦土,土地上随处可见日军士兵的尸体和鲜血,日军在该战役中伤亡极其惨重,整整12万人最终只有7000多人被俘,而美军部队也为攻陷冲绳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,超过1,25万人直接牺牲,超过3,5万人受伤。 惨烈的数字也让美军重新考虑,是否登陆日本本土作战,进而在后来,才有了原子弹和宝广岛合长期的事件。